在结束完艺术革命讨论之后 我们来讨论科学革命 如果是讨论物理学上的科学革命的话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人的演讲 这个人就是凯文 大家在热力学当中学习过凯文定律 热力学第二定律 那么在1900年的时候 她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大物理学家 受到英国女王的封决 大概在五月份 全世界的 或者说欧洲的科学家们集聚在英国伦敦 来庆课 二十世纪的到来 新世纪 在这次盛会上 凯文抽出满志 发表了一个演讲 全面的总结了古典物理学的成就 包括她自己的贡献 当然是身材一 因为古典物理学确实创造了第一次工业革命 第二次工业革命 为此感到自豪 然后她画风一转 她说她很为下一个世纪的年轻的 学物理的这些年轻人感到遗憾 因为经典物理学大厦已经送立起来 下一个时代的物理学工作者们 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好干 就是为这双房子 意思是就是为这双房子 大概做点修修补补的工作 用它的原话是 在已知的物理常数后边 增加一两位有效素质而已 但是这个人毕竟是老马仕途 他说在这座经典物理学大厦的上空 还有两朵小小的乌云 这两朵小小的乌云 如果不扫除的话 它有一天会形成暴风奏雨 当然在凯文的心目当中 这两朵小小的乌云 终究是烟消云散的 经典物理学大厦仍然是微额耸密 这两朵小小的乌云 一个就是Makeson莫雷实验的零结果 第二个就是黑体辐射实验的理论解释 刚才我说凯文不愧是老马仕途 正是这两朵乌云 第一朵诞生了狭义相对论 第二朵诞生了量子论 彻底的击垮了经典物理学大厦 所以我们首先来看 Makeson莫雷实验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讲Makeson莫雷实验的时候 我们应该回顾一下 力学跟电磁学的图景 在1865年 Makeson莫雷出版了电磁通论 全面总结了电磁学的研究成果 把所有的电磁现象总结到四个方程当中去 这就是Makeson莫雷方程组 通过Makeson莫雷方程组 他给出了电磁场的运动图像 大家应该在普通物理学当中都学习过 电场跟磁场是一种波动的形式 在空间传播的 它的传播速度就是真空的光速 所以到这个时候 Makeson莫雷预言光就是电磁波 实现了物理学史上的第二次综合 所以Makeson莫雷的名字将永远闪烁在经典物理学的大门之上 那么大家看这样一个图景的话 既然电磁场是以波动形式在空间传播 那么波传播是需要有速度的 而这速度的测量是决定于参照系的 不同的参照系测量一个物体 或者测量一个行波的速度 它应该是不一样的 所以要使得Makeson莫雷这样一个理论成立 自然界一定存在着一个特定的参照系 在这个参照系当中 光的传播速度是C真空光速 那么这个参照系处在超级地位上 这个思想跟牛顿的绝对空间的思想不谋而合 牛顿说需要一个空间框架 Makeson莫雷说需要一个绝对的空间 在这个空间当中电磁场的传播速度 或者说电磁波的传播速度是真空光速 好 到这个时候人们就意识到 如果牛顿力学也是对的 如果Makeson莫雷电磁理论也是对的 都承认这样一个绝对空间的存在 光在这样一个绝对空间当中 四面八方传播速度都是真空光速C 那地球是处在这个空间当中 一个运动的星体 坐地日行八万里 你算一下 尺道上这一点它的转动速度 就是每秒三升十的四次方米 如果光在这样一个空间当中 传播速度是C的话 那么在地球上测量光的传播速度 因为地球在运动 而且它的运动是 只沿着尺道方向上有 所以光在尺道方向上传播速度 要么是C减位 要么是C加位 而垂直于尺道方向上的传播速度 它就应该是C 这是当时人们想象的 那么好了 到这个时候 如果说这两个经典物理学的理论 都是正确的话 那么如果你用一种仪器 放在这个尺道上 测量出光在这两个方向上传播速度 如果真的是有差异的话 那么我就可以判断出地球 缺缺失实是在一个绝对空间当中 在运动 所以从Mexley电磁地震诞生的那一天起 人们就在释除在地球尺道上去测量出光 在这两个方向上传播速度的差异 怎么测量 用干涉的方法 这就是Mexley发明的Mexley电磁 它让光线沿着尺道方向有一条 垂直于尺道方向上有一条 那么如果说这两个平面镜到中间的这个 风光镜距离是相同的话 空间上不存在差异 那么由于光在沿着尺道方向上传播速度 跟垂直于尺道方向上传播速度不一样 所以这两所光再汇聚相遇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干涉条纹 这干涉条纹的产生 是因为光在这两个方向上传播速度不一样 现在它让这个仪器转个90度 转个90度之后 沿着尺道方向上运动着这条光线 就转变成垂直于尺道方向上 垂直于尺道方向这条光线 就转变成沿着尺道方向 这两条光线正好翻了个个 那么光层差就要变化了 按照光学理论 光层差一变化就要产生条纹的移动 于是你眼睛盯着这个屏幕再看 在这个仪器转的过程当中 条纹是否在动 当时它把这个光路拉长到十米 理念上预言 在仪器转90度之后 条纹将出现0.4条的转动 也就是说从一个明条纹 转变成一个暗条纹 麦克森和莫雷 他们相互合作 二十多年进行这样的光速测量 发现仪器转了个90度 条纹没有任何变化 条纹不动 那也就是说没有测量到光 在这两个方向上的速度的差异 这称之为 麦克森莫雷实验的零结果 换句话讲 没有找到那个绝对空间框架 光似乎是沿着迟道方向 跟垂直于迟道方向 它的传播速度是相同的 那么因为迟道方向上有转动速度 垂直于迟道方向上没有速度 那也就是说光在两个不同的参照系当中 它的传播速度是不变的 这样一个结果 当时物理学家们都是知道的 我顺便说一个小故事 麦克森他还是美国梦的典型 他出身平凯 是个矿工的孩子 热爱科学 中学毕业之后 没有机会 没有财力上大学 他受到总统的推荐 去参加了一个海军的指挥学院的学习 做了几年水手之后 又回到学校教书 开始的对光速测量的研究 最终 1907年 以精密测量的贡献 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成为美国历史上 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人 他的这样一个 麦克森干涉仪 他的测量是何等值精密呢 如果一棵植物 它一年生长一米的话 麦克森干涉仪可以测量出 这个植物的一秒钟的生长量 如此精密 但是仍然没有找到 光在这两个方向上传播速度的差异 所以光速是不变的 这样一个结论 当然就是凯尔文讲的是一朵乌云 他对这个牛顿力学 对麦克森 对麦克森的电磁理论 都构成挑战 我们想这样一个 麦克森莫雷实验的零结果 物理学家们肯定要试图给予解释 或者把它纳入牛顿的框架 阿易斯坦的故事已经神话般的流传 在我这就不给大家多做阐述了 阿易斯坦呢 后来成名之后他回忆说 他说他从16岁起就在想一个问题 光速既然是不变的 那么如果跟光一起跑 时间跟空间应该是什么样子 这是他自己的回忆 这就好像一个艺术家在想象一样 在做梦一样 如果跟光一起跑 看到的时间跟空间是什么样子 其实相对论真的一点都不难 只要你敢于想象 敢于创新 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中学生都应该想到的问题 如果这有一个火车 火车上站着阿易斯坦 他手上戴了一块手表 这有一个灯塔 灯塔上有一个时钟 当火车跟灯塔都保持静止的时候 两个钟表 一个钟一个表 它的时针在一分一秒的向前移动着 然后这个火车开动了 速度很慢 每小时5000米 这时候阿易斯坦看看自己的手表 在一分一秒的均匀的时间流逝着 火车一旦运动 这个时钟 灯塔上的时钟 就相对于阿易斯坦来说 是运动的时钟 是运动的时间 好了 他看看这个灯塔上的时钟 也就是说看看他 相对于自己运动那个时间 他也在一分一秒的流逝着 彼此看一下 说时间没有变化 那个钟跟我的表 走 时间是一样的 时间没有随我这个火车运动 而发生任何变化 牛顿没有错 所以在牛顿的世界当中 时间是绝对的 跟火车运动没有关系 我们想象一下高速情形 请注意 光速是不变的 这是一个前提 如果爱因斯坦这个火车 是以光速朝前跑 虽然爱因斯坦的火车 以光速朝前跑 但是他测量到的光速 的传播速度 仍然是C 因为光速是不变的 Mexley实验告诉你 好了 这个时候的爱因斯坦 看看自己的手表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 均匀的流逝者 而相对于他运动的 那个时间 也就是灯塔上的 中的这个十二点 这个信号 将随着他 一起朝前移动 变成一个永恒的十二点 换句话讲 相对于爱因斯坦运动的 那个时间 明智 变成了永恒 这时候他大吃一惊 时间怎么能是绝对的呢 时间是跟参照系有关的 相对于我静止的这个时间 跟相对于我运动的这个时间 是不一样的时间 这是一个简单的 基于光束不变性原则的 一个想象的实验 我告诉大家 敢于怀疑时间的绝对性 全世界唯有爱因斯坦 做到 1905年前后 他没有找到大学的教职 这是一个业余的科学家 但是呢 集聚了几个 对科学热爱的人 成立了所谓的奥林匹亚科学院 他们在一起 下班之后阅读一些书籍 可以说在爱因斯坦那个时代 像罗伦兹 像庞加莱这些人 他们的学识水平 都远远超过爱因斯坦 庞加莱 大数学家 大哲学家 大物理学家 被誉为爱因斯坦 之前的爱因斯坦 他已经怀疑到 空间的绝对性 而且已经提出了 光束不变的原理 但是他自始至终 都没有敢于怀疑过世界 甚至庞加莱 直到死 都没有敢怀疑 时间的相对性 在爱因斯坦的 那一篇著作当中 也就是他的成名 于1905年论动体的电动力学 这篇论文当中 他唯一感谢的人 是他的朋友 贝索 他说是贝索 和我一起散步的时候 启发我思考 可以怀疑世界 如果光束不变的话 时间的绝对性 就是可以被怀疑 他说这是我庞然大悟 只要敢于怀疑时间 建立起相对论理论 就是几周的事情 所以在这篇论文当中 他唯一感谢的人 是贝索 在这篇论文当中 爱因斯坦就提出了 两个简单的假设 我再次说 相对论真的不难 只要你敢于想象 心智需要灵活 不论是你的逻辑推理 在两个简单假设基础上 把你带到一个多么另一 诧异的时空观当中去 你都要保持足够的胆量 去想象 两个简单假设 第一个假设 物理学定律对所有惯性系 都是相同的 这句话其实就告诉我们 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个 处于超级地位上的参照系 所有参照系都是等下的 在上一堂课 我讲塞上贡献的时候 塞上的绘画 其实在启迪人们思考 空间每一个试点 都是等下的 没有处在超级地位上的 那个超级试点 第二个假设 来源于实验 光速是不变的 这实验告诉我们 在这两个假设基础上 经过简单的 高中数学知识的推导 你就可以得到时间和空间的若干 重要的 但是就是正确的 这个令你感到惊叹的结论 比如时间 膨胀的概念 时间既然是相对的 那么在不同的参照系的人 去观察时间 就会有所不同 我在前面讲 亚里士多多的时候 我说亚里士多多 赋予了时间序列的 这样一个逻辑学的概念 其实这样一个时间序列 我们讲现在就是一个点 我讲现在 现在已经流失了 成为过去了 时间是均匀的流失着 随着光速的增加 相对于你运动的时间 发生膨胀 这个点就会包容 越来越多的过去和未来 这个点开始膨胀 时间开始膨胀 相对于运动的时间开始膨胀 继续增加光速 当你以光速朝鲜走的时候 各位相对于你运动的那个时间 就变成了一个永恒 没有过去和未来 只有永恒的现在 这是相对论的时间膨胀概念 再来看空间 空间跟时间测量是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既然时间是相对的 那空间必然也是相对的 我们学习过狭义相对论之后 都知道空间收缩的概念 就是在物体运动的这个方向上 空间将产生收缩了 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视觉形象 对空间感知的视觉形象 会产生什么样的飞跃 还是看这张一张图示 当你坐火车在乡间旅行的时候 这个火车运动速度比较慢 打开窗户 看看外边的世界 似乎跟你静止的时候 看看那个世界是一样的空间 你会说空间是绝对的 不随我的火车运动而运动 现在我让这个火车 加速 加速到光速的一半 这时候如果你带上马奈 和你一起旅行的话 你打开窗户 看看火车前面的世界 在火车前方 在运动方向上空间收缩了 远景拉前了 空间被踩短了 池塘变小了 你感到很诧异 马奈辉对你说 这是我早就预料到的 1863年已经表现在 在草地上的午餐当中 这时候 在其他两个方向上 空间不产生收缩效应 所以整个时空 将产生一种弯曲 曲弯变形 我想跟大家讲 我们这只是去想象 好 再来看 看什么呢 看一栋房子 这时候你打开侧面的窗户 看看外边的世界 如果这个火车运动速度很慢 你看到这个房子 一扇门四扇窗户 只看到这个房子的正面 看不到它侧面 也看不到它顶面 更看不到它的背面 假如大家试想一下 如果你的火车速度 增加到二分之一光速 那个田野里边 那栋房子 你同样在这一点 这个点 打开窗户看一下 会有什么样的形象 这房子将产生 曲弯将运动方向上 空间收缩 其他两个方向上 空间不变 它空间一定扭转 所以可能导致的 一个视觉突景 就是你站在这一点 既可以看到 这个房子的正面 又可能看到 这个房子的侧面 可能看到 这个房子的顶面 这个时候 也就是说 你在这一点上 你可以看到 这栋房子的 其他的不同的侧面 我们称之为 空间的同时可观度性 我们再次增加 自己的想象 让火车进一步加速 当它加速到光速的时候 在运动方向上 空间收缩到零 这个所谓的景深 就不存在了 所有的物体 都集中在 这个两维的平面上 你这时候 看看外边的世界 前后左右 上下里外 都被你同时的 所观测到 这就是你 以光速朝鲜走的时候 看到的时空突景 这时候 如果你旁边 还站着一位 艺术大师 比加索的话 他哈哈大笑 1907年 我已经把这种 视觉突景 表现在我的 立体主义作品当中 空间的同时可观度性 所以对于火车上的观察者 刚才我已经讲了 空间一定是 产生了这样一种 缩短 这样一种提前 这样一种扭曲曲弯的效应 就优如 马奈 草地上的午餐 和塞让的 维克多山 你看塞让这个作品 他就好像远处 有个山巒 你在高速朝鲜走 看到的 这样一个视觉场景 天空变成了背景 有人说 他为什么要这样表达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是不是巧合 我说过不是巧合 他们一生的追求 都是这个样子 你看 这是我在一个博物馆 正好是看到 三副马奈的作品 在一个拐角上 拍了一张照片 所有的人物形态 似乎都被拉长了 人好像在运动方向上 被拉长了一样 如果各位去读过 读过的物理世界奇遇记 这本科普小说的话 你看 你就会感受到 汤姆金斯先生 感受到的视觉图景 所有的人都被拉长了 因为在运动方向上 空间被收缩 背景都变得太高了 所以他不是一种 偶然 他是这样一个 具有革命性的 具有创新精神 这样一些艺术家 他在不自觉之间 要冲破传统 表达出一个全新的世界 再来看看色彩 比如说色彩是绝对的 那个草坪不可能变成红色的 色彩是绝对的 爱因斯坦的 侠义相对的完成之后 人们就意识到 电磁波它是一种波 声波有多么的效应 对不对 声波 如果说波源跟观察者 相互远离的时候 它的波长会变长 相互接近的时候 它的波长会变短 电磁波也是一种波动 所以我们看这张卡通图 如果这点火车 它被一个观察者保持静止的话 它看到这个火车的长度 是圆长 呈现出黄颜色的 但是如果这个火车高速的向观察者运动 首先是相互接近 运动方向长度 不要收缩 它的波长要变短了 所以它的颜色 就从黄颜色 可能会变成蓝颜色 当它跟观察者相遇 在远离观察者而去的时候 它的长度当然是在收缩 它的颜色 就可能转化成红色 因为这时候波源跟观察者相互远离 波长将变长 这就是所谓的红颜现象和蓝颜现象 所以这个大仙世界 你眼睛看到的那些色彩 只不过是你跟它相互静止看到的 或者说你们的速度 比较相互远离 或者接近的速度比较小 看到的结果 这个大仙世界这个色彩 它也是相对的 这样一种图景 我们在下一次谈色彩解放的时候 你会发现 也被艺术家巧妙的 写到自己的 画到自己的艺术作品当中去 所以这个十九世纪的艺术家 抛弃了古典艺术当中的透视画法 十九世纪的艺术家 以马奈 塞上这些人为代表的 抛弃了古典艺术当中的透视画法 这可以说是抛弃了一个特殊的 或者绝对的观察视点的思想 狭义相对的理论之后 物理学经历了同样的变革思想 就是抛弃了存在一个绝对参照系 或绝对空间的这样一个思想 科学跟艺术 又不约而同的 有一种相同的认知方式 来全新的创新式的来认识这个自然 当然也是在一九零零零年 爱因斯坦最终写下了改变世界的方程 这是一个伟大的方程 它充满着基建主义原则 它表达了人类对科学的抱负 对理解自然的梦想 同时它也是原子弹的基础 所以也是毁灭的噩梦 在这样一个如此简单的方程当中 包容了如此多深刻的内涵 正如我记得有一位诗人说过一句话 写下这样记号的难道是一位凡人吗 我就以此来送给爱因斯坦 丝毫不为过 好 这次可以到这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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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